弟兄此为平安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 特萨罗尼加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 弟兄们 你们自己远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纳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 公义 无可指摘 由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 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 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那我刚才有说 我们今天是继续的一起来学习 切萨罗尼加前书 今天 谢谢荣帮我们读出来 刚才这段经文 就是第二章的 一到十二节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 其实就是从经文当中出来的 这就是在第十二节经文里边的 其中的内容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行事为人 对得起神 或者说配得起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整个这个正道系列呢 切萨罗尼加前书会有八讲 所以今天是第二讲 整个这个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呢 你们看到在下边 英文就是standing firm 我们中文翻译成坚定不移 或者说是更通俗的说 就是站立的稳 站立的稳 所以我们的这些查经资料 在我们那个前厅那边 应该是有啊 中英文的都有 那我们说到站立的稳 需要是彼此提醒 在这儿这个站立的稳是什么意思 不是站到那儿啥也不干 站到那儿啥也不干 即便是站着 但是实际上呢 也是叫藏庭 对不对 所以这个站立的稳 或者说坚定不移 指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在所信靠的那位 那位神的儿子 我们面对这样的目标是坚定不移 而且我们是跟随他坚定不移 所以并不是站着不动 而是要不断的前行 不断的跟随正确的榜样 OK 我这有个小道具是跟我女儿借过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个是需要你们来回答的问题 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一面镜子 就是一面镜子应当具备什么特质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那这个是在干啥 所以我问你们的问题 就是一面镜子应当具备什么特质 这是个镜子 这时候我跟我小女儿借来 虽然很小 但是是个镜子 镜子最重要是干嘛用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你能看到这个 然后你透过这个镜子 你能看到什么呢 看到它的反射 镜子的作用是什么 镜子的作用就是要反射 所以作为一面好的镜子 它应该具备的特质 或者说基本的特质 应该是什么 它要有好的反射的能力 然后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反射呢 特别是反射光 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反射 跟这个图片有关 你们都不敢说了 很简单了 对啊 要干净啊 就这么简单 你看新来的朋友 直接都回答了 你们这些人都不敢出声 你以为我有设什么陷阱吗 没有任何陷阱啊 我只是想知道说 你们都在思想这个问题吗 所以一面镜子 如果要很好的反射 它必须要干净 所以反面来说 如果我拿的这面镜子 很脏 甚至上面糊上了泥巴 那我拿这个光去照它的时候 它还能不能反射 能吗 不能 所以用这个例子是 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去思想 接下来这个问题 也就是一个基督徒 形式为人 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或者说品德 所以镜子的作用 镜子它的作用就是要 让你从镜子里边看到反射 然后我用刚才这个 用这个光 这个呢 是 如果大家 对神学上 有一点了解的话 我们常常说 这个世界都是上帝所造的 特别是其中上帝所造的人 是有上帝的荣耀的形象 所以人应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就类似于镜子要把光反射出来 人要反映出来 那位造我们的荣耀的上帝 祂的荣耀 所以镜子本身不会发光 但是它会反射 人本身的荣耀 也是从神而来的 人应当在自己的身上 去反映出那位造物主的荣耀 所以类似于刚才所说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如果这个镜子是脏的 它就无法反射光 那如果一个人 我们的特质 我们的品德 不是像神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神本来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 没有反映出来 神造我们的 在我们身上所拥有的 那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就失去了 神造我们的功用 我们就无法反映 神自己的荣耀 所以讲到这个 我们应当具备的特质 或者品德的时候 或者说美德的时候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在贴萨罗尼加前书的第一章 也就是上个礼拜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你有跟其他人一起看了第一章的内容 那或许我们用两句稍微解释一下 贴萨罗尼加前书的背景 那么顾名思义 贴萨罗尼加 有这个名字 在这里边 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或者说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教会 被称为贴萨罗尼加教会 写信的人 是保罗和他的两位同工 一位叫希拉 一位叫提摩泰 保罗希拉和提摩泰写信给贴萨罗尼加教会的 这些弟兄姐妹 如果大家还记得 贴萨罗尼加教会是如何建立的 这个教会是最初这几个人 在贴萨罗尼加城里边 向众人去传福音 然后其中有一些人就接受了 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然后很快就建立了教会 但是这个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告诉我们那个历史背景的话 那你说保罗和他的同工 在提摩罗尼加城里边 只待了三个安息日 所以大概也就是三四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当保罗和他和希拉 因为受逼迫 被迫离开了提摩罗尼加城以后 他们又辗转周围其他地方 包括雅典包括哥林多 去继续的传福音 但是他们非常思念 在贴萨罗尼加城里边 这些初信的信徒 以及刚刚建立的教会 所以这个是 就是他们写这个贴萨罗尼加前书 也就是这封书信 写给贴萨罗尼加教会的 书信的一个背景 所以在第一章里边 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 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 我特意在这儿画了重点 这个就是我刚才问的问题 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行事为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或者说美德品德 所以在这儿 保罗就特别强调 我思念你们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保罗思念这些众弟兄姐妹 他就拆派了提摩泰回去看望他们 然后提摩泰看望他们之后 又回来保罗身边 把那边的消息告诉他 以至于保罗就知道说 他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景况 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 我已经听提摩泰说了 你们关于你们 因爱心所做的功夫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存的忍耐 所以这里边信心爱心和盼望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边提到 就是信望爱 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一个可以说是内在的品格 必须具备的 信望和爱 然后由此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生活 会体现出来什么呢 就在这儿体现 因为信心 所以做很多功夫 功夫是什么 就是在信仰上不断的追求 生命的不断的成长 然后就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着明白神的爱 因着要去回应神的爱 不怕去面对任何的困难和逼迫 然后因为盼望 那位主耶稣要再来 完全的救赎我们 我们存着这样的美好的盼望 我们虽然会常常的感到软弱气馁 但是我们学习更加的忍耐 所以这是在第一章里边 保罗所提到的 关于切撒罗尼加教会 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 他们虽然是初信 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所体现出来的美好的这些特质 或者说品格 然后保罗也提到说 在这里提到 这些初信的信徒 他们已经开始遭受逼迫和患难了 但是保罗说 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甚至你们做了 马其顿和雅盖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首先是说有两个词 马其顿和雅盖亚 这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整个罗马帝国 它控制的很多不同的地区 那么刚才所提到的 切撒罗尼加这个城 它应该就是属于马其顿 这个罗马这个行省 其中的一个城 那雅盖亚又是附近的另外一个行省 所以即便是一个 这一个城的初信的人 他们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力了 他们已经成了周围这些 这些广大地区 这些信主之人的榜样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 源头是什么 源头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真道 他们领受了福音真理 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的救主 而且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 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来掌权 来带领他们的生活 所以在具体的方面 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因为领受了真道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根源 而且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体现呢 体现出来就是 你们效法我们 虽然说我们在你们那边 很短的时间 只有几个礼拜 但是你们看到了 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 你们领受真道之后 就效法了我们 实际上呢 更是在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你们效法我们 和效法主的时候 你们有榜样可以学习 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们也成为了 其他许许多多人的榜样 所以这是在第一章里边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那么 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 一到十二节 那如果要仔细讲的话 我们可以一节讲一个礼拜 但是 我需要帮助大家 把其中的重点概括起来 这样方便我们今天可以 对这十二节内容 有一个框架性的 一个概念性的 一个全面理解 所以让我去概括这十二节的话 我会说 保罗在这里继续的 继续第一章 他所讲的 然后在这里 有一些 更具体的一些表达 我会把它概括成两点 其中第一点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里所说的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 刚才所提了 其实你们效法我们 就是效法主 因为我们也是效法主 所以保罗在这里 我如果概括的话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主 并且成为他人的榜样 在哪个方面这样去做呢 就是要宣扬福音真理 要宣扬福音真理 那我为了不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经文 你看不到没关系 我其实我只是为了让你看到 我把这几个重点的地方 如何把它变成黄色 然后稍微加大了一点 字体啊 所以在这十二节经文里边 大家看到说 我在这儿highlight 画重点出来 有四处提到就是福音 所以保罗在第二章 他一开始他就说 弟兄们 你们自己原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这个突然 其实这个或者说另外的 我们一种翻译 帮助大家更明白 就是说 我们进到你们中间 并不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进到你们那边 是产生了效果的 然后第二节说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所以菲利比是在切撒罗尼加 这个城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城 是保罗和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宣教团队 进入到现代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范围里边的第一个欧洲城市 就是这个菲利比 所以保罗在菲利比 也是去传福音 也是同样的经历到 经历到什么呢 经历到既有好的方面 很多人信了福音 接受了耶稣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逼迫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所以他们即便被迫离开了菲利比城 但是当他们再来到切撒罗尼加城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征战当中 在受逼迫当中 把神的福音要传给更多的人 当然 他们所做的 就是要把福音宣扬出来 那作为听众 听到福音的人来讲 每个人自己要对福音 做出一个个人的回应 你愿意相信吗 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从此以后 以耶稣为主来跟随他吗 这都是听到福音的人 需要自己做出的一个回应 所以保罗从来没有 说要把这些强加于人 但是他告诉这些弟兄姐妹 也让他们去思想 在他们所了解的这些情况当中 保罗和他的同工 是如何的将神的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在这里 我就说你们不用仔细的看下面了 我只是这样的讲一下 就是为了说明说 保罗在这十二节经文里边 他告诉帖撒罗尼加 这些初信的人 那我们当中 大家的信仰都处于不同的阶段 有一些可能已经信了几十年 有一些可能是信了一两年 有一些可能是刚刚来到教会 来了解这个基督信仰 我们处于不同的阶段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从这位跟随耶稣的 这位保罗他所写的信中 我们了解保罗是如何教导 那些初信的人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不是保罗自己的心意 保罗要教导那些初信的人 所以即便这是写给两千年前的 处于欧洲的一个小城 切撒罗尼加的教会的人 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 无论你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 都可以了解 神的心意是如何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大家 去教导鼓励他们 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都应该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应该效法主 并且要成为他人的榜样 其中一方面 就是要不断的去宣扬福音真理 为什么 那简单的来说 因为我们需要 另外一个 在效法主兵成为他人的榜样方面 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 那我可以说 今天 教会 为什么 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有一个图表 有那个数字 我们就拿澳洲来说 澳洲的今天 跟一百年前比较 按照那个人口普查 那个数字 一百年前澳洲 基督徒人数的比例 占到98%以上 然后最近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示 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那包括是所谓天主教徒 包括基督教徒 这些都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 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的 到现在 这些人数 占澳洲的人口的总的比例 是多少呢 只有40%多 所以在这一百年间 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而且我可以说 我们 我们当中 基本上都是 从中国移民来到澳洲 我们希望说 在这里追求一个 更加美好的生活 但是 我可以这么说 据我的观察 澳洲 之所以 它在过往 能够这样吸引我们 它能够达到这样的 一个 发达 文明的一种程度 基督教文化 在其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作用 但是 当我们来到澳洲 有一段时间 那我自己的话 可能 如果从98年开始算的话 到现在有20多年 那我太太比我还早10年 那我们 我们观察的澳洲就是 那这边一些老移民 都会 经常都会说这句话 说 哎呀 澳洲现在真是不如以前了 为什么 我可以说 也是因为在这边 信仰的下滑 但是我说 我们如果是在教会当中 就需要反思 为什么教会 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教会中很多人 没有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 没有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 即便说 我们 作为基督徒都知道说 我要宣扬福音真理 我见到一个人 我都要跟他去 有机会都要去跟他分享一下 福音 分享一下我的信仰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 我们的生命 没有被真理改变 我们没有让人看到说 神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 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生命的见证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教会 所处的一个地步 所以保罗在这里 在十二 在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当中 他写给 帖撒罗尼加这些弟兄姐妹 提醒他们 你们记得 我们之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 我们在你们中间的时候 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效法的是主 其实我们一样都是效法主 我们要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 那我还是画了重点 保罗就描述到 他和他的同工 如何活出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好的见证 都是用黄色字体在这里 标明了 所以我可以简单的 跟大家把这些读出来 所以保罗说 他们是如何靠着神 放开胆量 在征战中放开胆量 以及他们如何 把神托付给他们的福音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他们大胆的宣扬 因为他们这样做 是为讨神喜欢 而不是讨人喜欢 然后他们在众人当中 即便是有人接受他们 有人反对他们 他们还是始终的存心温柔 然后他们之所以能够 活出这样的样式 那个核心是在于爱 所以他们能够去爱这些人 而且他们能够爱 是因为他们知道 神是如何的爱他们 神是如何的爱 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 这些宣称自己是 跟随耶稣的门徒的人 我们要 在生活上活出一个见证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那些都是体现 是爱的体现 所以内在要有爱 才能活出来 外边这些 包括说外在的什么呢 保罗也提到说 他们他和他的同工 如何的辛苦 劳碌 昼夜做工 他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其实既包括 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 也包括 他们是亲手劳力 去干活的 所以保罗是支帐篷的 所以他自己不光是说 他去传福音 然后当然他有这个权利 让这些弟兄姐妹 去供给他们各样的 这个需要 但是保罗 他仍然的亲自去劳力做工 去支帐篷 去让自己可以 可以就是说 在生活上自己自足 然后这里保罗也提到说 他们是如何的 透过这一切去体现出 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具备的特质和品德 其中的包括的 很重要的 就是要圣洁 要公义 要无可指责 然后他们如何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 可以想象一下 保罗和他的 和他的同工团队 在那样的情况之中 他们既 昼夜做工 辛苦劳碌 去传福音 要支帐篷 然后既要面对那些 对他们友善的人 又要面对那些 极力反对 逼迫他们的人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还依然 不断的去 劝慰 去劝勉 安慰 嘱咐 在贴塔罗尼加 那些愿意 相信福音 接受耶稣 刚刚成为 新的信徒的人 然后保罗在这里也 提到一些 他们没有去做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蓝色的 就是 我们的劝勉 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然后他也说 我们跟你们去传讲福音 我们没有用过 谄媚的话 我们没有说 是因为 想让你们接受 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去说 然后 让你能够接受 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 始终 更重要的原则 是要坚持那个真理 不打折 不妥协 然后他们做这些事情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为了要得什么利益 我们从来没有藏着贪心 所以并不是说 我让你成为一个信徒之后 我要从你身上 得到什么好处 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的贪心 而且不光是说 没有向这些人去求一些 这个世上的一些好处 而且保罗在这里也特别强调说 我们这样做 也没有向你们 或者是别人求荣耀 我们连你们夸奖我们 我们都没有指望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基督徒都知道 圣经上教导我们 我们不当求从人而来的荣耀 我们当求的是上帝 要赐给我们的 他的荣耀 还记得吗 所以那个荣耀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那个荣耀是从神而来 我们要反射出神的荣耀 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 他没有求任何人的荣耀 任何人的夸赞 他也没有让这些人 因为他们而受累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 以及他的同工 是如何在众人之中 在信的人 以及不信的人 在所有人的面前 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落脚点到最后这一节 这是今天我们看的最后这一节 也就是十二节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 大家都要效法主 并且要努力成为别人的榜样 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要宣讲福音真理 要活出生命的见证 这些都是怎么样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是 我们的形式为人 是对得起 或者说是配得上 那位招我们进入神的国 得到神的荣耀的那一位神 那一位上帝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切萨罗尼加前书也好 或者说还有后书 后书就是写给这个教会的第二封书信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书信也好 这些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 写给教会当中 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的 所学习的这些 我们今天在座的 信徒尤其应该 要去思想 这些话都是对我们说的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上大概是上个星期 有一个这样的新闻 你们看到这个是 中国的一个报纸 叫人民法院报 公告专版 整个这一版 你们看不到这个内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什么 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惊的 这个内容是 关于一个 所谓的外逃原副市长 涉案超过31亿 被查封房产 1021处 所以这个 所列的清单就是 那1000多处房子的 那个地址 整版都是1000多处房产 在哪里 哪里 哪里 所以然后又扣押了汽车38辆 这是应该是上个星期 在国内很多媒体 铺天盖地的报道的 当然这位原副市长 早已经离开了中国 现在在美国 所以被称为 外逃原副市长 当然因为他在美国 所以呢 他也有机会 他可以借助其他的平台去回应 所以这个是我从YouTube上面 借来的一个图片 所以有一个 YouTube上面有一个 对他的独家专访 然后他说什么 说我贪了31亿 才不是呢 你看我在美国 我过着简朴的生活 那我把这个新闻拿出来说了 我不是要去判断 这位老兄到底他有没有贪这么多钱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我其实是想说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话 有钱不花 钱不算真是自己的 或者另外一种表达 就是钱要花了才真是自己的 所以我拿他做例子 就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他即便他真的 之前贪了多少多少亿 但是如果 他都不敢花的话 那个钱对他来说 有意思吗 那个钱真的是属于他的吗 我用这个例子 就是希望大家去思想 那我们当中今天在做的 大多数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如果宣称自己是信神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过着 不顺从神的生活 我们还是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的话 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 我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吗 钱不花不是自己的 如果我们说信神 但是又不顺从神 不倚靠神的话 那个神是不是真是我的神 所以我要继续问的问题 就是你是否 我们在座当中 因为有信仰处于不同阶段 你可能还没有信 那么你是否愿意成为神国的子民 你如果已经信了耶稣 你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 那么你肯定会想要盼望神 将来要赐予你的那个荣耀 所以这就是 我们刚才在第十二节 保罗提醒所有的信徒 行事要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所以这是今天 我们被提醒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我希望说 我们大家能够彼此勉励 就是我们不单单是 看了这个经文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最后我强调的是什么 行事为人 是要行出来 是要成为这样的人 行事要对得起 招我们进他的国 得他的荣耀的那位神 我们不能说我知道 但是我不这样去做 那样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从今天的经文里边 我们记得保罗在这里勉励 这个切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然也是勉励 我们今天的众弟兄姐妹的 我们要效法主 并且要努力地 成为他人的榜样 不要单单想着 要让别人成为我的榜样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 成为他人的榜样 我们要宣扬福音的真理 活出生命的见证 所以知道那个目标 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求主来帮助我们 感谢观看